听说了嘛,自定义厄梦级人机里面新加了黄一之主这个角色咯 是的,厄梦级人机新加了黄一之主这个监管者 所以这次,来,咱们试着挑战一下能不能遇到他呀 厄梦级人机的黄一之主,他用什么技能呀 会用触手拍,然后闪现 应该就可以了吧 是谁 应该在这个点,或者是在帐篷那边 炸个机去看一下 没拉镜子 哦,来了来了来了,真的是黄一之主呢 那我跟他绕这个 他好像想放出手 绕这个大桥是不是很nice 咱走这个废墟吧 哦,吓人啊,这个兔兽 哦,吓人啊,这个兔兽 哦 哈哈 我瞄倒了 小伙伴们,我好像发现了,他的触手呀,好像一般都是在你过板子的时候,把这个触手啊,放在板子旁边 然后还有一些过窗户,就是反正你交互过之后,他会放出手,发现没 所以说这次咱们多注意一下 他应该是从前面过来了 哎,他会翻窗吗 哦,噩梦记人家好像是会翻窗的 应该这个时候可能要放出手,应该这个时候可能要放出手了 还没放啊 时刻盯着他 像这种啊,应该会在这个窗户前面放一个出手,骗一下 看果然 是不是啊 他会在这些有交互的地方前面预判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,没有出手了 开板,快走 咱们要先摸一下他的这个套路 才能更好地去应认他 刚刚前两板,咱们真的是不太清楚他的套路啊 他这触手还必重 你就是很恶心 我的妈呀 这么多触手 这么多触手 我这感觉比红缝人拿6多了 很大距离行不行啊 打不打我 我发现了,6他的一个难点就是你不知道他的出手什么时候会拍 嗯 咱们要不换个角色试一下 像击球手什么的,会不会好一点啊 嗯 来来来,再试一下 迎难而上 最后一把 还是挺难的打这个黄蜘蛛 因为,养成了一些咱们之前的习惯 就是,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拍这个出手 消水就会很早地预判 你看这个时候可能要放出手 不放啊 这个时候可能要放了呀 是不是在他视野能看到的地方他就会放出手 你看 特吓人这 这个时候前面应该要放出手了吧 咱们如果就是怎么说 直接那什么 直接 躲他的出手 这样会不会好很多 哇,还有风窗呢 太吓人了,这个时候前面可能要放出手 果然 你看这出手 肯定要拍到这里 赶紧往前走,赶紧往前走 太危险了 啊 想回头给他一棒子又怕被打 你看就是你有的时候以为他的出手会拍 他又不拍 你以为他不拍了吧,他又往前拍 可能要闪现了这里 他又闪现了 前面是不是要放出手 是不是在他视野能看到的地方就会放出手 就不放了 大哥 你搞得我好尴尬呀 没事 这个出手拍不到 闪现了 啊 哈哈哈哈 好难呀 哈哈 哎呦,我真的是摸不透他的心思 现在 就是你出手 到底什么时候拍呀大哥 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等下次我再研究研究 咱们再来试一下啊 好吧,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你们有实力的话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挑战一下恶木迪的黄石主啊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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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